這聽不見是我們可以拍桌面 我覺得這個換這個內閣給人家最後的感覺 就是事實上就是要換掉蘇貞昌嘛 對 沒錯 那就是要換掉蘇貞昌的 給人家的整體感覺嘛 仇恨直啦 傲慢自大啦 然後愛跟立委亂槓啦對不對 那所以我坦白說只有 我覺得蔡英文還是知道陳建仁代表的意義啦 那個堅韌就不用講了 因為堅韌要事實證明 溫暖是事實啦 那溫暖就是對比 蘇貞昌的跋扈嘛 就是說 你這個 所以我實際上已經接受過其他節目我就公開講說是酸辣湯換成甜湯 那另外一個牌就鄭文燦嘛 鄭文燦就是要處理各個界面的摩擦嘛 因為這種問題陳建仁是沒有能力處理 嗯 鄭文燦要處理四個界面 行政跟立法 這個界面 然後行政院跟黨 跟賴清德 媒體 的界面 媒體的界面 還有中央跟地方的界面 這四個界面只有鄭文燦能處 哦這樣講完就通了耶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內閣的本質是什麼 叫做 減少仇恨值 改善人際關係的內閣 你知道吧 那 廣義啦 廣義就是減少摩擦 那 避免民怨 然後降低仇恨值的內閣 可是問題是 內閣不能夠只靠搞人際關係存在 請請問請問 亮哥這個定調跟這個組合 適合放在大選年嗎 我認為啊 呃會跟賴清德的期待 有很大的落差 就你沒有製造我的困擾 這是感謝你幫忙 就是蘇貞昌總算離開了 那區域立委也是歐密陀佛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人老是製造仇恨值嘛 可是 如果你上來的內閣只是 在減少民怨 減少摩擦啦 處理人際關係啦 然後溫溫暖暖 這樣我還不夠得分 對 得分是要靠 要做出成績嘛 才能得分嘛 所以我講一句台語嘛 我說哦 吃滴滴啦 要生好心啊 那你不要只會吃滴滴 結果小孩生不出來 你知道嗎 生不出來 因為未來你就有幾個東西 你要立即考驗了嘛 比如說我今天就看到 賴清德已經等不及了 立刻對邱莉莉停權 對 開閘 賣虎了啦 所以他要動 對不對 那你以後如果又碰到槍擊案 碰到柬埔寨案 然後你內政部長 不能立即破案 那個壓力多大 還有比如說 前天傳出來一大堆敏人被金融詐騙案 是 對不對 一大堆人那個 人頭被拿去亂用嘛對不對 你要破案給我看啊 不然我就認為你這個 內閣就是無能嘛對不對 但買不到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考驗啦 所以宮田湯沒有用嗎 不好啦 我跟你說 你看你記不記得蘇貞昌 那個一上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機場查 那個豬瘟啊 你記不記得 他就要展現他的霹靂行動說 我是有要有結果 我還記得還有震怒嘛 對嘛 就是 蘇貞昌啊 他會帶著怨恨下台 這可以理解啊 他就說 我替你賣命哦 然後 他不是用那個高溫茶壺做比喻 說那個水竟然高溫 我要泡茶給大家喝 分成不完要被罵 最後剩一肚子渣 一肚子渣都是我嘛對不對 沒有錯他是渣沒錯 那 可是你至少有喝到茶 他的意思就是說哎 我泡出好茶你喝到了 表示他有在執行事情嘛 蘇貞昌是個有能力的人啊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啊 可是 他就是一個 人緣極壞極囂張麻木的人 腦袋意氣用事 對嘛 就是這樣嘛 那你陳建仁現在 要改變那個形象 跟人際關係的部分 可是你不能夠因為這樣 那蘇貞昌那個 執行能力就不見了 對對不對 那你因為 蘇貞昌到了後期 人家就開始抱怨了 你那個陳吉仲 激盪問題 四個月還能解決 就是個別閣員的執行力低落嘛 對可是 蘇貞昌就會去盯嘛 會讓你那個閣員很難受 要去加快執行嘛對不對 那 你請問 陳建仁這個內閣 誰要去當這個黑臉 內閣不能沒有黑臉 對 這文戰也不像黑臉 對不對 那你總不能叫 李孟燕去當黑臉 秘書長 也不是這個角色也不適合啊他 而且你分量不夠啊 他不會插利啊 對 對 好我等一下吼 我想要先插播一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內線消息 這個我剛剛私底下已經求證過兩個了 好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最近從 傳聞是綠營的幕僚裡面聽到一個消息 在1.126敗選那天 不是立刻開了一個敗選檢討會議嗎 這個幕僚是說呢 蘇貞昌當時一進去就直接撂了狠話 說我已經跟蔡英文講得很清楚了 我是不會辭職的 那講完之後 大家也是一陣尷尬啊 他對誰講 說對 對 裡面所有的人 嗆聲 裡面是誰 新政院院會啊 不是不是 是那個敗選檢討會議 哦哦 對 不過那個敗選檢討會議 小英不在啦 對 所以他是說 我已經跟蔡英文總統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是不會辭職的 然後他還據說點名了五大人選啊 說你們要找戰犯我告訴你誰是戰犯 第一名林志堅 第二名林錫耀 第三名是 第三跟第四一起講洪耀男洪耀府兄弟 第五叫做林賀明 他說我告訴你們戰犯就是這些人 不是我 那個黨的部分那個人事實在心的處理掉了 林賀明是主董府的 你怎麼處理 對不對 林志堅就覺得他要不要開主黨集 然後他說林錫耀就是因為他攸關 提名的林志堅嘛 沒有我知道了啊林錫耀已經換掉了 對 對不對 黨立署長已經換人了 所以 沒有蘇貞昌講的都不是內閣成員 可是你認為蘇貞昌真的是會這樣子 沒有因為 你他為什麼到敗選會議敢講這個話 表示他跟蔡英文見過面 那我們第一時間聽到了他跟蔡英文第一次見面 那時候蔡英文事實上還沒有底定要換他 對 所以我們才一直拆來拆去拆來拆去 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這是事實啦 因為 坦白說蔡英文真的沒有跟陳建仁談過 而且亮哥你是不是我記得在年前你有提到說 蔡英文還閉關了一段時間 誰也不要過來跟我談隔魁的事嗎 對 對 不因為 甚至有人傳了一句話 可是這句話不能證實 現在總統府也會否認 說蔡英文那個時候跟蘇貞昌還講了一句話說 他就說這個那個政府需要你啊 好 那 沒有講到詞的問題啦 沒有講到詞的問題 那 因為他還沒有跟任何人談過隔魁嘛 不要說陳建仁的 顧力雄他也沒談過 所以他那個時候坦白講是一頭亂 所以他就辭掉黨主席嘛 然後接下來就想說 看接下來要怎麼走 他在光望 有點光望 對 那結果這個蘇貞昌當然就把他解讀成說 哎 我還是有機會留下來啊 嗯 因為他本來就不想走嘛 而且他個性又囂張保護就是敖拜嘛 然後 然後 所以那個蘇貞昌不是講實話嗎 說他老爸 就每天都 性高采烈7.25分上班 他就是這種 他就是這種 然後昨天也是他 他不是說我絕對不會退休嗎 我沒有要退休啊 我覺得 那個是已經那個那個改組 就是昨天啦 他 昨天中國時報那個標題是蠻準確的 就是韓怨下台 沒錯 因為你去想一想嘛 他就想說大概總統要有新的 人事布局 那我就配合吧 嗯 我就提出辭辰 那總統就準辭了嘛對不對啊 結果到最後發現 他媽的只換您伯啊 哈哈哈哈 哦 所以 所以卡片棄的是這個 當然啊 怎麼只換我咧 其他醜恩子的都沒換啊 哈哈 所以原本他也許還好過一點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 他可能以為要換很多人 還是最切是陳吉仲 不是說要跟我一起回去 陳吉仲 薛瑞緣啊 對不對 他可能想說有很多人會被換嘛 嗯 結果搞到最後只換我 那這是什麼意思啊 哦 因為陳時中是先走了嘛 因為崇恩子 第一名第二名就是他們兩個 嗯 所以陳時中你既然走了就是沙妖娜啦 對 那內閣改組到最後竟然只換我一個啊 其他 坦白講都不重要 徐國勇是自己走掉了 對 所以 他當然就 滿心怨恨 那肚子一直剩渣嗎 所以你認為 嗯 都是我的錯啊 嗯 這個內閣 我在忙裡忙外啊 把這個 這個 所以我才說哦 那個陳建仁跟賴清德 後來寫的對那個蘇貞燦的感念的謝詞啊 嗯 那個就寫的過頭噁心啊你知道 包括小英啊 嗯 因為你這個對照 內閣改組的現實 事實上就只換這個傢伙啊 嗯 你那些義美之詞 你不覺得完全自相矛盾嗎 嗯 啊既然他做那麼好 為什麼要換他 對 對不對 這個問題人家就自然就跑出來了嘛 嗯 說賴清德 而且那個陳建仁更噁心 陳建仁還出來說 有兩件事要麻煩你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告訴他這個啊 噁心了 我太自相矛盾了 那亮哥為什麼 就是連全部人都知道 就是仇恨值當然 最大是蘇貞昌沒錯 可是還有很多人 小英為什麼把這些人換掉 我講白了啦 你任期只剩下一年啊 你要找選者專家是不可能 是不好找人的問題 不可能啊 不然有可能 那他知道 大概只有李淳這一種 因為他本來那個中經院 也是屬於政府的外圍單位嘛 嗯嗯 所以這個就比較容易處理 嗯 你如果是人家在任教 也要一起被他處理啦 對不對 怎麼臨時去跟學校講 那所有的課都要改動 因為中經院是研究單位 他比較沒這種問題 對 那他英文就是因為 他排除了一種人 所以才會改動那麼少 嗯 他排除了立委嘛 他真的用立委 竟然只有管碧林 對不對 管碧林還是不分區的 事實上我講白了 陳其中跟薛樂園 你要找不分區來帶 不分區都會答應啊 比如說陳其中 你找莊瑞雄來帶嘛 莊瑞雄很適合當農委會主委啊 他本來就是農於憲嘛 其實這還有人啊 本來就有人 然後薛樂園你可以找邱太元嘛 嗯 邱太元等很久了 不冷得吸嘛 而且 民進黨的不分區 連任本來就不容易 嗯 而邱太元做兩屆 對 那莊瑞雄當然還有可能 那現在這段時間 對邱太元來說 垃圾時間 他跑去當委部長何樂而不為啊 留個資歷啊 而且當一年 本來就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小英顯然就是 不想 沒有想要用立委 嗯 不過你內閣怎麼會 改組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換很多立委上來做啊 我認為會有很多的原因 管碧琳都進去了 管碧琳事實上 第一志願也絕對不是海洋嘛 對不對 他第一志願一定是教育部長 對吧 那你等一下要用潘文中 嗯 說八就是這樣嘛 因為潘文中事實上 他是對 那個中小學比較熟嘛 那現在的重點是中小學嘛 對不對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 這個坦白講就是 蔡英文的問題了 是 因為你沒有把 立委 把它好好想一想嘛 是不是有些人想要換跑道 嗯 嗯 尤其是部分區 對 那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 現在就是沒有用嘛 就這樣啊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講解麥卡錫 還要講一點來 那個觀眾朋友們很多人在點播 想聽這個亮哥品徐巧欣等等的 一定要準備宣佈 所以我快速進另外一個小八卦 巧欣老宣佈 我覺得你拿到他的面子 對啊 我想要快速進一個小八卦 就亮哥你在那個節目上講 人家吳釗燮被美國退貨 這件事雖然大家心知肚明 可是吳釗燮不喜歡你這樣講啊 據說啦 我們家昨天馬德有沒有 記者又去問他 就是直接爆出來說 聽說你是被美國退貨 所以才沒有嘛 哇那眼睛瞪大 這也就算了 後來他想再追問 就跟他說謝謝你喔 結果呢 據一些小道消息 同業傳回來的說 吳釗燮回外交部裡面的時候 氣到不行 那就是啊 我跟妳講 氣到不行 我跟妳講啊 我們之前 這個兩個人互調這個新聞出來對不對 這個就對美國非常不禮貌 因為駐美代表是要美國同意的嘛 對不對 那外交部真正應該做的作文 應該是在第一時間 那個時候就出來否認 嗯 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那到了塵埃落定 才私底下在 那個 搞什麼 郭正亮大嘴巴 郭正當中讓子彈飛啊 所以他還是心 心存寄望嘛 我跟妳講啊 不然這種事情 坦白講啦 駐美大使 駐美代表這是多大的事情 通常都是要跟美國溝通 嗯 然後我們這邊才會定案嘛 都是這樣的啊 我坦白講我如果是美國 我當然喜歡小美琴嘛 這還用說嗎 第一個 第二個 至少他上任以來 大家做事情做得很順 嗯 那目前坦白說 可能也有一些計畫在進行 而且平穩不容易失控嘛 對嘛 第二個 這個就是人際關係好 嗯 小美琴的人際關係啊 那種咳嗽在什麼意思 我都在這裡 小美琴的人際關係 比吳釗燮好一百倍 是 你去問住外的人員 做人處事 然後人跟人之間那個 對不對 我跟你說啦 你去問那個 那個駐美國的外交部的官員 你就知道了 那當然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對美國來講 是更核心的 嗯 就蔡英文止通嘛 嗯 對 止通的程度 小美琴絕對超過李吳釗線 沒錯沒錯 所以 所謂小美琴要跟你互調 坦白講真正的考慮 是因為大家在想說 賴神會不會希望他當副手 可是亮哥 我就說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覺得蠻不可能的原因 是如果真的要讓他當副手 他到時候再把他調回來就好 何必又把他先接一個外交部長 然後再拿去當副手 沒意義吧 所以這個是謠言 對啊 誰釋出的 是嗎 那重點在這裡嘛 為什麼會有這個謠言嘛 因為副手不一定要六七月宣布 是啊 你可以到九月十月宣布都來得及 沒錯 那你總要讓蕭美琴在美國的工作計畫 到一個段落 對不對 那他夾著 我們假設啦 比如說如果那個時候小英真的能夠訪美 那不是夾著勝利的余威回來當副手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急的事情 是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有好事者在那邊醞釀 因為王上智給人家宣布了嘛 說賴清德一定是搭小美琴啊 你等著看吧 雖然我也這樣看 可是 我也沒有想說要先讓他回來當外交部長 應該不會啦 不需要嘛 不需要經過這一關嘛 是 對不對 所以 賴清德搭小美琴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搭檔 感覺好像也是 是他們現在目前的幸運 沒有啦 因為 你一定要搭一個這個 跟美國關係 還有國際關係比較熟悉的 女性又有加嘛 要加分嘛 因為女性能夠搭的 現在能想到只有他跟鄭麗君啊 那鄭麗君 怎麼老是有鄭麗君這個選項啊 鄭麗君連選 台北市長都有這個 我知道啊 怎麼每一次什麼東西都有鄭麗君 可是 他可能意願沒有那麼強 所以 而且賴清德跟鄭麗君 互補性不大 所以 蕭美琴互補性比較大 說實在 外下問一句 如果到時候真的是 得美配的話 你覺得 何友宜應該找什麼樣的副手 才比較 我們假設 假設如果是何友宜出來啦 藍營要派誰才比較 好好啊做事情 人家還沒宣布 如果 而且朱麗琳說 3月4號 南投選人 才要 所以 我們還要聽到一個月的 好好啊做事情 而且 我在海岸第一排 我剛剛一講到何友宜 如果是他的話 然後我看到亮顆眼神 很逐漸黯淡 想說 很boring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最近看到 兩個民調 包括T台的民調 跟尤雲龍的民調 民眾黨的支持度 竟然都超過20% 我認為跟這個有關 啊 就是 淺南啊 或者是有一些中間的啦 對國民黨 遲遲 這個總統在那邊高來高去 感到非常厭 反應這麼劇烈啊 對 哇 因為這兩個民調很詭異喔 就是 柯文哲 的民調都超過20 因為九合一之後 大家還甚至也會覺得就是 民眾黨會不會 瀕臨泡沫 結果你說現在又反彈 他只拿到4%啊 對啊 結果 結果 當你去問說 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柯文哲竟然有20% 哇 為什麼會這樣 嗯 就人家覺得很煩啊 是厚厚做事嗎 受不了了 不是就是對你國民黨 這邊高來高去感到很煩嘛 因為民進黨已經抵定了 嗯 而且侯友宜在國民黨裡面的支持度 竟然沒有超過70 嗯 你知道嗎 那這個就很明顯嘛 就是 但是人家就不知道你這個黨是要幹什麼 所以亮哥好 無論如何啦 不管3月4號什麼這一套 如果到時候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認為國民黨會因應這樣的搭配 也會去派出一個男配女朋友 而且為什麼人家會這樣理解啊 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表明了說 立委初選3月就要進席 嗯 那總統為什麼不比照 嗯 對不對 嗯 那為什麼不講 那還要那邊高來高去 說整個立委補選之後再說 這很國民黨啊 這很國民黨 那為什麼立委可以立刻宣布 嗯 而且擺明了好像是要全民調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立委可以先講 那總統為什麼不能講 對 對 就人家看得很煩啊 嗯 就這樣 那郭台瓶到底要不要寫也不知道啊 又開始很多報導要釋出啦 然後老虎軍團到處在運作 是啊 我已經看到一堆了 動作又開始啦 我想先回一個網友 因為寶寶我們的會員說 吳釗燮被退會有沒有訪問影片 想看他表情 我覺得你可以去找一下 昨天在行政院的那個整個直播連結 你可以稍微往後看一下 因為他們就是在行政院 然後大家出來之後 好那個馬德去讀 吳釗燮在上車前 他講了這段話短短的 不過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表情變化 因為我剛剛也特別請那個 陳佑拉一些畫面 讓我重複反覆看了一下表情啊 而且我最後問一下 你認為國民黨一定要派出男女配嗎 當然是啊 也是要對不對 那這樣就有點難囉 國民黨當然要面對一個挑戰啊 就是他最好的女配 搞不好又是盧秀燕 那兩個人都是現任市長 是啊 對啊那這樣很不好不好看喔 因為如果你同時兩個縣市首長都走的話 會衝擊吧 我是認為還好啦 因為 我坦白說啦 如果國民黨真的有幸當選總統啊 那接下來補選縣市長 贏的機率還是很高啊 嗯 因為新北跟台中嘛 但是會衝擊總統嗎 不當然這個會是一個題目嘛 對啊 那這個題目你本來就要面對啊 嗯 因為侯友宜 就一定是嘛 嗯 可是侯友宜已經在新北待那麼久了 嗯 我認為那個效應有限啦 不然林佳龍怎麼會輸46萬票 對 對不對 呃看標題的時候其實我有特別 剛剛我們有下面跑一個小標題寫說 就是一張照片可以顯現出 就是陳建仁可能是一個兒格奎 我就讓大家先稍微看一下照片 因為我想要跳下一題了 這就是昨天這個根據我們中天這邊的直播所截圖 這是我們老朋友張雨萱 他就說你看喔 你看不到陳建仁 陳建仁在哪裡啊 在後面啦 在在在在這個後 這邊吧 這附近 這附近 被擁住 然後他說可是你看這正眼 然後以及大家跑過來的 哎呀 我跟你講大家的政治嗅覺都差不多啦 我一看就知道Keyman就是鄭文燦 是啊 而且你從一開始就說了 很早就說了 所以這是一張照片可以曝光未來的日子 那從剛剛最開始我用口罩鬆綁這個link 然後亮哥已經直接跟我們講了 接下來類似的情況還會很多啦 多頭馬車啦 不然就是內部還有雜音啊 還有以及跨很大的人應該也會有很多嗎 對其他的部會事務指手畫腳的事情 我看部會的整合 搞不好私底下也是鄭文燦在處理 所以就變成五個介面 如果連部會整合都是 所以這個就提供大家參考一下 準備好一點 怎麼會變成五個蛋霜 目前為止 導遊給我們